今天我們來講講 multiplication, exponentiation, and titration 這次就是乘法,然後這次就是翅膀 然後這個就是超級翅膀 這其實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那這個時候我們也可以順便學一下英文啦 那我跟你說這個titration呢 一般在學校都沒有教啦 所以蠻可惜的 但是我們這邊講講看他們的notations 來首先複習一下這個multiplication就是乘法 乘法就是repeated addition 就是你有一個數字,然後你就一直去加它嘛 比方說如果我們有2加2加2的話 欸,我們有3個2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寫這樣子喔 就是3個2加在一起 對,就是可以寫成3乘2 那我們可以算一下就是99乘法表那些 然後我們可以拿到6,這樣子就搞定了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 這個順序呢2乘3,3乘2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會覺得說這個3要寫在前面是比較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邊是有一個2 對不對,一個2 然後再來 再一個2,然後再一個2 然後我們就可以像做代數一樣的方式 把這個2呢,因式分解到後面去 然後再來1加1加1,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樣子呢 嗯,也很像是我們在做 比方說有x加x加x,再加這樣子 答案是3x嘛 那為什麼呢,就是一個x,再一個x,再一個x 所以我們把它寫成3x,意思一樣 好,沒問題,這是multiplication,不用講太多 再來,exponentiation呢,就是代表說 我們有一直在乘法,就是repeated multiplication 就是這個的升級版 那我們現在上寫2乘以2,再乘以2 看我們就這個2乘以這樣子 三個2乘以接下來 那我們可以這樣子寫,就是2的三次方 那你看一下喔,我們可以這樣說 這是2的一次方,再乘以2的一次方 再來2的一次方 1加1加1,就是3嘛 那當我們看到這個符號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這樣子做 那當然啦,exponentiation 如果這個是負數,或者是分數 或是小數,或是無理數呢 就是很麻煩的東西 但是在這邊呢,就是那樣子 好,那2的三次方呢 這樣子做,我們會拿到6 開個玩笑而已,ok 我英文版本也是這樣子開玩笑的 我知道,好啦好啦 來,8啦 好,沒問題 最後這個titration,來了 這個就是這個exponentiation的升級版 就是repeated model 這個就是repeated exponentiation 我先寫給你們 比方說我們有2 然後再來 二次方 再來一個二次方 這個呢也可以叫做power tower 就是一直這樣子把它建立上去 那我們有這樣子三個2 建立上去嘛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2 但這一次呢 我們要把這個3寫在左邊 所以剛剛是寫在右邊 右上角,現在是左上角這樣子 你看到這個符號的話呢 你要這樣子做 那當我們有這個的power tower的時候呢 我們要這樣子計算 從最上面的power開始算 所以是要看 這個2的二次方先就是4 然後再做2的四次方 我們會拿到16 那這樣子就可以啦 那再趕快給一個例子 比方說我們有2 2 2這樣子 喔,講的肚子好餓喔 我們怎麼寫 就是2的左邊的四次方 或是hyper power 這樣子 那這個 看到這個符號 我們這樣子做 然後趕快算一下 就是6,5,5,3,6 好啦,我有用計算器,OK 我沒有那麼厲害 就這樣子 那接下來你會覺得 嗯 我們剛剛說過 如果這個 次方 這指數是 小數點啊 或是負的啊 還是無理數的話會很麻煩 但是我們知道怎麼做齁 很可惜的是 Titration 這個數字如果是 比方說分數二分之一 或者是負的話 好像沒有一個人還給一個 很好的定義啦 所以呢,我們就不多講那些 但是呢 這部影片就是給一個小小的介紹 那 起碼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 好 來 在走之前呢,先問你一下 我們知道這個叫做 Rules of Exponents 就是如果我們有 2的三次方這樣之後 乘以2的四次方 答案是什麼 怎麼化解它 我們兩個次方可以相加 這個沒問題齁 2的七次方 這個是沒問題的 那現在小小的問題 如果現在我們有 左邊這樣子的次方呢 2 然後有個3在這邊 然後再乘以這2 有個4在這邊 那請問這個會是什麼呢 也沒有辦法把它化解呢 你們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 以後有機會的話再把那些 Properties 就是這些東西的特性呢 再講給你們聽 但是這部影片 先這樣子 我們也很不容易 他可以說 你很不容易 在哪兒 感谢观看